这款连接器不简单 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一个设计理念 那么这两边都是有两个倒扣的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是要做滑块里面带鞋点的机构 里面红色的部分都是要放的五金键 注塑的 这是针孔 那么它怎么设计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这是一磨一穴的这个连接器 是采用的热烈倒镜胶 底下我们是盖了一块盖板的 这块盖板是用的加硬的材料 然后里面都是相间一个个箱出来的 箱间外面还是做了一个箱间套的 大家看一下 用针穿过来的 全部都是用平面磨穿金磨出来的 共插在两个尾以内 那么滑块里面做了鞋顶 两边都是采用的大滑块 滑块里面做了鞋顶 那么它是如何脱模的 我们是做的铲机 直接脱模 那么这个铲机设计比较有讲究 来我们把它剖式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铲机 那么首先我们是利用底下这个鞋面 直接带动这个滑座走 那么这个直面 先就挡住了鞋顶座 所以鞋顶在原地没动 后面的这个滑块往后走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脱离 我们这个鞋顶上的倒扣 然后拖到一定的距离 脱离直面 大滑块一起运动 那么后膜也是采用的 整个的是相拼的机构 下面都采用了加硬的电板 都是采用的磨床磨的 所以做连接器 非常考验磨床的这个精密度 来观众我们 分享更多的设计干货 我是模具生意张老师